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张回合开始后 双方二号不收马上经营了凶猛对拼 接下来波球开始发力以第一权外加跳击暴提翼龙 不过翼龙也不是一个神游的灯马上以转身边权中击了波球 而后在面对波球的凶猛攻击之下 被打闷的翼龙走路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双方大战的三个回合 最终波球也点出显胜了翼龙 全场比赛下来翼龙在开局处在非常有利的局面 结果却不慎激怒了波球 恍后被暴走了两个回合 本场比赛结束后 外界对结果还是饱受争议的 然而在双方二番战中翼龙扳回了一层 不过那场比赛依旧还是争议生不断 这也导致翼龙的三番战也是寥寥无弃 或许只能说翼龙的实力肯定是有的 不过波球的实力那也是有目光处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精彩体育上次有我大手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